对 这是拴小孩了 一下拴俩 现在就这种 看孩子我都觉得抖 拿根链子锁上 我遛狗都不锁 为什么呢 我随时用我的眼睛 耳朵 用我的双脚 我全身贯注的盯着我的孩子 我跟他交流 他干坏事 我马上说不 来 来 跪 我什么时候一走神 他就会犯错误 因为 我跟他的灵魂是相通的 我跟他的肉贴是相通的 就是我老说的 Thinking Working 我们俩脑子一起在那 Thinking 想着 我们俩的脚步一起在那 Working 在那迈着 然后我们俩的 整个的心是相连的 我们俩的通讯 和双脚脑袋 所有的器官都是相连的 而不是靠这种物理的绳子 但现在好多人养孩子 我看 拿着链子锁着 首先 小孩摔倒的时候 他本能的会伸出四肢 垫在自己身体上 免得摔个死跟头 就摔个头破血流的 即使摔一大包 摔一口子 应该都不中 因为他本能的平衡能力 就跟猫似的 老说猫有九条命 你看猫摔 什么时候你见猫摔倒过 你只要把一个猫 正常的抛起来 它落地的时候 永远是四条腿沾底 而且有缓冲 就跟汽车的那个 减震器似的 但是 你要把它一条腿拴上 或者把它任何一个地儿 哪怕身上沾一口香糖 它都会失去平衡 因为你破坏它的自然 所以一个小孩从小就不自然生长 吃的 不自然的东西 喝着不自然的水 所谓饮料 这可乐 那可乐 这个什么业 那个什么业 就是不肯喝白水 人也是 有什么电子定位 身上还伸根石 长期以后 这就不是一狗 这不是一人 养狗养人 都得在自然的环境里边 给它自由 英文叫 野生状态 它才会健康成长 它才会有视觉 听觉 嗅觉 它才会培养它 正确的法治 意识 跟道德观 它知道 见人 别乱叫 它刚要叫 你就跟它说 不叫 它刚想 战狼 想跟人打架 看那只狗 要知毛扎词 你就说 不去 狗都是听主人话的 狗都是主人训练出来的 狗惹的任何事 都是给主人惹事 所以作为一个主人 应该随时把眼睛 耳朵 手 脚 心 全放在你养的宠物上 宠物不是宠物 宠物是一生命 就跟小孩似的 我没教育过什么小孩 我几个好玩的徒弟 都挺好玩 小时候就好玩 现在还好玩 我收徒弟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没被污染过 小的脑子没有禁锢 孙悟空就没份教了 为什么呢 带着紧箍肉来的 诸葛戒都能收 好色 人人都好色 师父我 我也好色 杀和尚就更好办 现在我的那堆徒弟里边 最成功的就是杀和尚 杀和尚已经不靠我 可以独立的发 各种 不至于被封的 安全的自媒体了 说几句话都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t's it